15番 新鲜 香港造国民 中国 接下来上场的是中国选手深雪和赵文博 这对选手在近几年的市场赛当中一直保持了前三名的水平 在今年的盐湖城冬奥会上他们是获得了铜牌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双人华运动员在冬奥会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深雪今年23岁 身高1.60m 赵文博28岁 身高1.77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选手升血和赵红博 在这套短节目当中 让我们再次看到了 近乎完美的高难队动作 超跳四周 这对选手从92年开始 配队练习双人阀 那么到现在呢 已经有近十年的合作经验 他们也是本次锦标赛当中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完成四周抛跳的选手 升血和赵红博 在产野冬奥会上呢 是获得了双人阀的第五名 那么在99年和2001年 是连续两年获得了 四大周花样滑冰锦标赛的冠军 这对选手呢 曾经是以技术建厂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两年呢 他们在艺术表现力方面的水平呢 是大有提高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 抛跳四周 抛的高度 以及升血在空中旋转的姿态 以及落冰都近乎完美 后外点兵三周跳 两个人都是顺利的完成了 来看一下单臂托举 完成得很轻盈 开腿勾手两周跳 连转托举 这几个规定动作呢 都是完成得很成功 来看一下 申喜和赵红博的短节目得分情况 5.7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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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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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 上场选手当中 规定动作分 最高的一对选手 5.8 再来看一下表演分 5.7 5.8 5.8 5.6 5.8 5.9 5.8 5.7 5.8 申喜和赵红博 在短节目当中的得分 现在是名列第一位 其他的选手要想超过他们是很困难的了